流氓警察啦 你看 把人家的財產倒在地上 開口就嗆 警察是流氓 我擺餐說好了 他把我的東西倒在地上 那我查一查 你給我倒這樣是怎樣 眼看遠景 東翻西翻 把紙箱直接拿起來 上百雙襪子丟在地上 就怕髒了 不能賣 想上前制止 但警方火氣也很大 你編號幾號 你憑什麼給我倒 或給我倒這樣 那你不親啊 你憑什麼給我倒這樣 我就用用扣攤啊 扣攤也不是這樣倒的啦 原來他違規擺攤 而且勸導好幾次都沒用 只好把推車跟紙箱扣走 而商品屬於財產 會留給攤販 原先請對方自己收 但遠景指出 他說得非常非常慢 相當不配合 才會自己動手處理 我財產在地上都髒掉了啦 我法院提告 毀選罪 我有權利 事發就在台北市捷運中山站出口 週五晚上人潮非常多 似乎看見商機 選在這擺攤 但短短一小時內 這名46歲的蘇星男子 就被路過民眾 檢舉三次 這名男子在這附近 違規擺攤 持續一年以上 當時他本來在人行道上擺攤 不過警方到場之後 他假裝配合要收了 卻是一直往裡面移動 但是還在繼續擺攤 警方指出 他已經影響民眾通行 絕對可以扣攤 程序上沒有問題 但通常會看情況 留下一部分的器具 讓被檢舉的流動攤販 有辦法收拾 處理過程 仍有精進空間 TVC的王智人家 麥太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